我看了那個影片 我心很沉痛 这个事故是发生在中国或者香港 我还请有可言 发生在21世纪的台湾 全民都应该起来抗争 为什么呢 因为那发生在9月19号是什么日子 是李登陛总统追逝礼拜的日子 那么我最近就在一直看 我就读到 在1996年 第一次要民选总统的时候 那个李登陛先生他提出什么 主权在民 要请听人民的声音 他说人民的声音才能够让国家进步 那太监民案 24年来这种冤屈 这种民怨 难道人民没有声音吗 就说你到行政执行组这边去抗议 你不听 到新竹分属去抗议你也不听 警察以为说他要盘查人民什么东西 把你拦下来什么东西 那个叫做戒引时代的贪物 你警察要依法行政 这个不是口号 因为我以前也注意到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 警察局要放全部的法律 警察要受相当的法律训练 现在我觉得台湾的警察不知道 对于人权方面 对于宪法方面 我觉得是应该他们认识不过 很简单嘛 正当法律程序嘛 你要逮捕一个人 你要有法律依据嘛 你要告人家说他是那个是法案名义 你要有人去告嘛 这些法律要件都没有说警察怎么可以这样 我个人是在判断 可能目前大概也看到说 法税改革联盟在各大城市的街头 在那边走一走一走一走 大概也有一个做法 想说想要恐吓一下 我去抓一个欧巴桑来 然后把你抓去办一办 然后让大家害怕 我希望各位 为了用良心对抗邪恶 我们这个法税改革联盟 这个抗争绝对不能整个压下去 因为这个东西是 严重侵害人权 第一个就告警察嘛 你怎么可以把人家夜间审讯啊 而且又人家也没有犯罪啊 没有犯罪的情况 哪来现行犯 监察院 现在有国家人权委员会 那现在这种情况 警察的濫权 跟检察官的濫权 因为一个清罪啊 怎么夜间审讯 然后又移送 那个检察官又开庭 所以我觉得就 严重侵犯人权事件 台湾的人权要继续往前走 我说久一久 发生在新竹县这个案件 绝对要追究 违法的官员 你们应该是什么 我说你们都可以 这种情况 就我说你 这种情况 感谢观看